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紫一10月中旬补拍青三行,敬业精神获赞。 杨紫,我国当红的女演员,以其率真的性格和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近日,有消息传出,她将补拍电视剧青三行的部分戏份,而这次的补拍形成定在了10月中旬。 青三行是一部备受关注的电视剧,自开拍以来就吸引了无数的眼球。 而杨紫作为该剧的女主角,更是备受期待。 然而,由于种种原因,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,需要进行补拍。 为了保证电视剧的质量,杨紫决定亲自参与补拍,并在10月中旬开始这次补拍形成。 对于杨紫来说,这次补拍无疑是一次挑战。 她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,回到角色中去。 但是,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,杨紫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挑战,并且总是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。 杨紫一直以来都以她的敬业精神著称。 她不仅在拍摄过程中全情投入,而且在拍摄结束后还会参与补拍,以保证作品的质量。 这样的精神,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。 总的来说,杨紫这次补拍青三行的行程定在10月中旬,这对于她本人和观众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。 我们期待杨紫在补拍过程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,为我们带来一部精彩的作品。 没等到长相思,先等来了杨紫这部剧,不出意外的话,又要火了。 长相思的播出,让观众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杨紫的实力,虽然还是有一大批的小黑粉在骂她,有的人吐槽身材,有的人吐槽演技,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,这部剧的数据是真的漂亮,所谓的腾讯视频的大爆款,不仅火了电视剧,而且还火了演员,最重要的是连歌曲也火了起来。 杨紫扛剧能力不管成不承认,都是绝对的存在的,尤其是在这种大女主剧中,更加具备优势,是个路人都会来看上一眼的程度,再加上杨紫本人就具备国民度, 所有的观众们都认识,家喻户晓的《家有儿女》当中的小雪,现在不仅长大了,更漂亮了,而且演技还那么好,谁能不喜欢这么优秀的演员呢? 想当年,《青云志》中的陆雪奇,杨紫一上场就被观众们吐槽她颜值不够,但是看一圈下来之后,杨紫对这个角色的还原程度其实还挺高的。 无庸置疑的演技 《长相思》播出后杨紫再一次用实力打脸了那些黑子,再一次成为爆款女神,除了香蜜沉沉浸如霜之外,又创下了奇迹, 很多人几部电视剧联合起来都打不过人家这一部的,凭什么不骄傲呢? 想必有很多粉丝们都在期待杨紫的《长相思》第二季,如果今年有希望上线的话,应该也会在年底,毕竟现在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,应该快了。 而当前大家可以先期待杨紫另外一部电视剧,是一部群相剧,应该也是观众们喜欢的类型。 这部电视剧就是杨紫主演的《要久久爱》,一部青春片子,讲述的是几个少年成长的故事,看剧照应该是有学生时代,也会有长大的。 这种类型的剧,看起来有种曾少年的感觉,所以应该还是有爆款的可能,再加上杨紫本身的观众缘和国民度,问题不大。 因为是群相类型的,所以它的故事线应该会丰富一些,观众们也同样都很期待每一个人物的走向。 这剧中还加入了除杨紫之外的范澄澄,金世佳,多位熟悉的演员。 该剧讲述的是七个独生子女,不是手足圣四手足,他们一起长大相互扶持,结拜魏北斗七星,约考一起去北京的故事。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,想要中剧七星,哪有那么容易呢? 青春成长的过程当中,就是有悲有欢,有礼有和。 这部剧在代播榜单上已经排名第一,突破了60多万的预约量,大幕已拉开,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